镜子大家都用 平常照镜子的时候 可以看到里面一不一样子 那么如果让一面镜子去照镜子 那该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这就动手试一试 物体经过一次反射 就会成四项 当镜子趋于平行时 光线在两面镜子中间不断的反射 于是的话 就可以看到很多成像 看看我们的实验装置 镜子里的成像是因为光线的反射 那么是不是真的会看到无数个成像呢 可以看到成像是越远越暗 这是因为镜子每次反射光线都有损失 成像会越来越暗 以至于看不到 一些游乐场所的镜子迷宫 就是安装了很多镜子 利用多次反射制造出错觉 而且只需要改变镜子的角度 就可以让迷宫千变往往 有人会问了 这种无线反射有什么用处吗 激光 激光的发明 就是用两块平行的反射镜和一个斜阵枪 反射镜一面完全反射 一面部分透光 斜阵枪则是利用起底放电产生光 只有沿着轴线方向的光 才能不断的碰撞加强 不断的产生受机辐射 最后形成频率 相位 方向完全一致的光 通过透光的反射镜透射出来 剩余反射部分 继续在斜阵枪里重复这个过程 最后形成一束稳定高强度的激光